高雄市汉民国小毕业美展是学校年度盛会 尽管这两年受到了疫情影响规模缩小 但作品多样性依旧是不变的 今年一共有200多位同学在老师的鼓励下 创作出上百件艺术作品 借由多元美才同学展现艺术教育的学习成果 透过镜头一块来看看 教室走廊的窗边挂满了一幅又一幅的作品 已然是将美术馆搬到户外来 这是小港区汉民国小毕业美展多年来的传统 今年主题是多彩多艺 鼓励同学运用不同的美才进行创作 把课堂上领汇到的美学概念呈现在作品当中 那边有一座类似巴黎铁塔的画 那一幅画非常的笔真 画得非常的动人 然后也有一些现在现代比较科技 比较可爱的动漫人物 我觉得那种蛮漂亮的 山水画就是那个树木还有山画得很漂亮 然后就是很有感觉 虽然不用涂色用黑白没关系 不过我觉得很有感觉 那边那些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有点那种古风的感觉 不论是水彩创作或是剖腹一径的水墨画作 同学不光是用水彩或毛笔绘制 而是融入雕刻版画的概念 作品也更加具有特色 珍珠版画对国小来讲是一个很容易取得 然后技法也不会太高难的这样的一个版种 那所以说从幼儿园或者是一直到六年级 这些孩子都有可能可以很有心有余力 然后也可以很容易的去完成它 汉民国小每年都会在毕业前举办毕业美展 尽管缺乏专业美术班的教学环境 但汉民国小两百多位六年级同学 展现六年来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 也象征美感教育在校园里扎下根基 很感谢艺术人文的老师 努力的在学习出规划设计他们要的主题 然后在一整年的努力下来 作品不受COVID-19的影响产出了 我们看到了相当多的不同的主题 不同的色彩 不同的东西的组合 在这样的组合下 我们给孩子最好的一个创意发想 不受圈置 其实每个孩子都很用心的创作 那在老师的用心指导之下 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是精彩绝伦这样 另外毕业美展开幕典礼也费尽巧思 学校不仅安排舞蹈社团精彩的表演 还搭配男语朗读及英语歌唱演出 让静态的美展活动变得更加生动活泼 展现校园里的艺文氛围